田辽顶 一个我想去了很久的小山 这日我就有一个比较冷门的位置上山 经一个老牌的打卡景点 山床自首石 打完卡之后再沿着大邪洞 老虎头楼花洞几个较热门的山头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田辽顶 一个180度机场景观 再加180度老虎头楼花洞的山景 究竟是看了当去 还是看完可以试试 一起去片找答案吧 正式出发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个客户小资讯 要在这么热的天气 或者是这么上下落落的路段 都要有探索精神 体力固定之要有 操练都重要的 但你也要复杂才能够 雖然是牌说话 但是是真的 要保护对重要的关节 我就选择了引用上一部4D药奶粉 RRC调查报告显示 9%有效改善关节痛 获得医护血股认证的医学级素成分产品 注册的骨科医生医学级素成分推荐 最重要是 好像我们这些都很适合 的烂烂精 甚至是专业运动员 都是饮食 长期在曼宁的销量 第一个就是信心的标志 要保护得住 走得走得是要保护的 这是事实的 还没试过的朋友 未来的13号 曼宁出位价 买款试一下 大家好 我是Jomiel 身处在这个恩奥站 今天玩些什么呢 在这里出发去行田辽顶 田辽顶如果要去算 最方便可能是在这个余景湾那边 即是在这里搭巴士过去 但是巴士费又贵 又要花多些少我的时间 所以我决定在这里恩奥站出发 走一条相对来可能比较冷满的路 途中会经过老虎头 今天天气非常之恶劣 恶劣得来 是指好了那方面 33度多 不容易应付的 一路走一路再介绍 是怎样走法 我们沿着这个巴士站 与地铁站之间的公尺后边走 见到这个电机房的位置之后 我们沿着左边转进去隧道 穿回来隧道之后上楼梯级 十几二十级楼梯级之后 上马路边 我们之后转右手边走一段仔 来到这个斯嘉路的牌 旁边有一个up位 可以让你过马路 小心环果对面先 环果对面之后 我们继续向右手边走 深水清的朋友 可能会有些画面觉得很熟 上次玩苦山行的比赛 在这个位置之后就向左边走 向左边之后就上大山 和丽碧山的一些山景 四达坳那边的位置 今天我就偷一点鸡 不上那几座山了 直接在厚一点的山景插上去 这段路我就没走过 无论无论都不知道 所以要试一试 找大家看着影片和我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在这边上去 一段仔路沿着马路边走 前面有一个好像隧道那样 那里就未必能进入到 但不知道两边有没有路是真的 走前一点看看才知道 前面二斜隧道 这里有一个隧道 看这边有没有路进去 这里是铁闸 这里是铁闸 这里是间隧道 这里是间隧道 有丝带 看到吗 好 可以了 过得到 还有丝带 好 那就是在这条路上 继续过去 路方大致和我们一般 看到一些渠务设施 旁边的小路 差不多 左边有路 但是应该是直过去 通过这个桥底先 直去一下 继续见到丝带 过了桥底之后 应该上回去了 左手边 继续见到丝带 好 好了 左手边又转 刚刚我上去看过 是马路边 哎 这里有丝带 不像 出去 等我再继续看看 右手边是疑似的路 跨过这条坑培 再抬头看高一点 有疑似的丝带 过了再查一下 方向是对的 而路 亦是被人慢慢走 一条路出来的路况 这条路 这条路 刚才我远处拿到的 都应该算是丝带 对吧 出回来 这个马路边 不要理了 两边都不像 有空的 一定是过来先的了 过来先 过来先 之后两边不像路 右边 骨地 左边 没可能会上去 唯一像是中间这条 刚才都看过 远一点都看过 高小小小 是开阳的位置 上这个位置 先小心过去 几级路 看回来先 上了几级路 大概三级路 然后右手边 橫移 因为这里像有路 走一段 看一看 不对 我都会撤退 不会硬来 刚才那些都上算OK 这里都上似的 好 看一看外面 其实是沿着马路边 走一段都可以 这个位置 刚才就有个尽头位置 应该是沿着上的扶手栏杆 走 我在这儿上去都不像 踏了下去 这么吵架 OK 没错 沿着这些 就好走很多了 有望镜头 刚才我们没可能沿着马路边 走的 因为没有行动路 而且这些路都比较 车速较高一点 所以找到哪里走 都会安全一点 来到这位置 去程鞋几步之后 发觉不多队路 不多队路 因为这个栏杆在车顺带挖了 没有楼梯上 来到这个位置 看到楼梯再上 有一条隐隐药液的红丝带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上 也这么说 就是说 刚才直队过来 在这个区位上来 就OK了 不用怕 他刚刚比较狼咬的 红丝的草叢位置 来到这个施带位 究竟是否继续上 还是右转呢 因为道理上 我们不用上这么高的 右转先 看一看 看一看 刚才我挖头的 这个 我们沿越高一阵再过去 都是那一路 马路边是直到的 但是马路边 我不知道这些路 所以我尽量找路 靠上边会好些 看一看 对面就是长索的位置 年岛沙洲 今天年岛岛 好了 前行到这个位置 发现鱼翼旋盘是打不响 前面越来越厉害 大概距离我们 右转 sorry 左转上这个 300瓦的位置 其实六八零米距离 即这里直去六八零 七百米左右 但如果这么密 都不知道后面是怎么 很难爆六七百米过去 所以我必定不在这里过去 回头再上高一点 看看有没有那些位置 是可以接得到山径 那边去到最终 最虚的路 就是在这里上大山 那就虚了这些闹疼的路 但是又要走多了山 这里的位置 这些石级可以上得到去 上高一阵再看一看 回望镜头 我们又上高一阵 左手边 就是回头方向 哇 远望的大墓山 你看到很清 左手边 对不起 右手边 就是我后边 我们上去的方向 这段好像没有那么密 不如试多一段吧 一直向前走的时间 看一看左手边 上面还有阵子 这些是栏杆位的 哇 这边上 过不了去之后 我又再上一阵 这里虽然密密的 但是看得通 看得透 过得到 过了 好 过了一段密质之后 这里开阳很多 看见下面几阵都很阔 希望圆雨上可以过得到去 一路走一路 先走一路 我怕有些观众 看了一些层数 之后 刚才我好像上了两层 但是大家看下去 有四五层 因为这些位置可能低一点 才多了几层 刚才那些位置没有 所以不要认这些画面 大概我才上了两层 在我上的位置 直望过去 大概和这个 场索那边是平排的 OK 挖头了 我没下回去呢 下回去之后有没有路走呢 我不介意下回去 怕下完之后又是密 OK 左手边上去 先看一看 我决定选上去 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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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走的路就蝕了 即是输了 因为上去 其实都是要接大山 400压的位置 等同于重新上山 我现在决定回到下面 希望有马路边 让他再走前一点 才沿着这个石屎路上山 而下往这段路 相对来计算 会好些少 因为已经多了 这条慢速的车道在旁边 应该可以走得到人 刚才是没有这条路 看的 回来最低一层 沿着旁边的路仔 可以出去 转左再转右 转到底 这个位置 有得这些这么特别的路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都是有入行的 这些路 走之前来过回望镜头 刚才这个位置 尔似隧道 这个位置 都不像隧道 未见 可能走得也不奇怪 这个路边 都可以慢慢走 小心走 遇见有车来的时间 就立即站上去 草丛边 这样就会稳定 来到这个位置 停下停下 看一看地图 但距离我们 左转上山路段 做400多米距离 就是要沿着这些路况 走400多米 小心地走 好了 来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叫什么 这个名字 就会说你们自己 恩奥食水贵水库 大概半个小时 到这里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里进去 旁边都有人 用一些行山符 都写下了 去300 300澳的位置 正式上山位置 在这里 之前一段路 吵不吵架 走不走到呢 自己走一下 当中有些山径 可以中途 通往大山的方向 但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能上大山 不如一开始 就在迪恩湖 那边的方向 就是一上隧道之后 就直直上 好过 如果走到这边 考虑一下 这里 好了 离开了个闸口 正式上山的路段 大概一公里左右 是石屎路 直至到去见到 另一座的建筑物 我用开的电图 就没有标识 那里是什么来 大概都是水墓设施 之后就会正式入山 在那位置 接上山径 之后 不久就会到300澳的位置 所以在这里上山来算 如果不计计石屎路 其实是很快 容易上山的位置 那当然 来到这个马路边的位置 算不算吵架 存不存得到 就是每个人都不同的考虑 有些人甚至乎 可能叫书巴 乘的士来到这个位置 都不定 各取所需 好了 来到这个水墓设施的位置 一如之前所估计 水墓设施 如果不是有这些东西 就没有这条路 直到好像有路 但实际都是兜一个转 就是这些东西 前面的路 而我们上山的路段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设施的旁边 又是看到这条红色的丝带 我们在这里上去 好了 由这个位置出发 去到300澳 大概是400多米的距离 人面石 即是现在有些人叫做 不知自首石 那么长的名字 很多人我都没去过 纯粹是探索一下 看到是找不找到 来到这里 不要直去 右手边有条路 OK 一丝带都多 路况是怎样呢 些小物 到博头那么长 高的小灌路 但是都不算封了整条路 看到脚下的每一步 来到的位置好像有分叉路 而且还好似是左手边 有一条丝带微微向左 实际上呢 刚刚看过 右手边才像些少的 不是河 是一条水淡来的 再望远一点也有一条丝带 小心以免湿脚 湿了就有它 OK 过去 路都是清晰 这是一个回望镜头 刚刚疑似不是路的路 其实看回头 都很明显一条路 过来又看到丝带 这条路 以我知 都是一些 行山前 会玩的路线 应该沿途都会 继续会出现一些丝带 越陈旧 越早 历史人玩 好 又看到不同式的丝带 左手边有直角 右手边有三四条丝带 果然不出了所料 继续会迷路 很难迷路 这么多丝带 继续会 先讲试补衷 正式的说句 我常常说 丝带又不是一定是你想走的路 就正如 那些丝带引领我 不是去三百坳 是去人头石 刚才我说了 我也是想去人头石 那就没问题 如果你不是 你想直接去三百坳 其实刚才有个位置已经错过了 已经 好了 由马路边来的位置 大概250米左右 要过一条 山间 对面很清晰 有丝带 继续去 严格来说是过两条山间 一条支流位置 小心过去先 过了一条 接着第二条 第一步跨过去 不过的 其实也有一两条石 在中间的位置 OK 过了来了 好 都是继续很明显的路 接着私底走 来到这个位置 有几个大石 疑似一个间的下边 旁边 不是下边 就是左边 又接上山径 一段仔 好少 好 来到一段大竹林 刚才说的干坑 也有点水 不是干干的 在我们的左手边 沿着竹林 接着私底走 好了 过了那棵大竹的位置 继续向前直走 沿途都做了很多私底 也开始慢慢开阳 一点 尾米向车向上走 好了 一直走的时间 小心点 看多一点 直去好像是老 但疑似有失小物的时间 到处看看 右手边 多开阳 很多私底 多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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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度 上去的位置 越来越光满 我估计那块 人面石 人头石 差不多出现了 你有时间看地图 但通常这些旗石 一定是开阳的位置 远望都觉得很正 才是 不是在墨林里面 这些旗石 说得来的 就是证明我之前没有做过功课 没错 我没有刻意看这些旗石 只知道这个位置 上去吧 出发之前 最后确定是可以去到的 是有路到的 不是硬来的 那就OK的了 去到像不像 都不是别人说的 去到觉得像不像 不像就不像的 不要被人误导 这是我 一贯 就是看石的心态 虽然这位置不是很开阳 但我完全看过去 已经觉得像 看不见到 鼻子 有眼睛 有眉 有鼻子 有鼻子 嘴巴 OK 站在这个角度 看看 是吧 挺有神情 先拍照 拍摄它 整个石 再拍摄它正面 先说一说 因为太阳吃到正 如果我再站在最好的角度 站在最好的角度 先站在最好的角度 是刚刚的钢子打住了 又变得很不清楚 在这个人头石前面 有个小石 站在最好的角度 高一点 掃到近角度 拍摄一下 现在太阳了 我不知道能拍到什么 但是 站前一点 越正面就越不像 先拍摄太阳 在这个人头石 后面的太阳很慢 很辛苦 才能拍到两张 像样的照片 开着遮影 挡一下太阳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沿着石 的后面的路走 上我们的大邪洞方向 这段接班山上面的 主要山景路段 都是比较密 草一点 都是跟刚才差不多 密得来 但是看得到 条路的 有些就倒腰那么高 有些就倒薄那么高 有些就倒薄那么高 好 前面有丝带有路 我们看一看外出 是不是很威死男 来到这个位置 大概这段的山景 已旧人头石 来计去到接班 主要山景 六百多米距离 走二百多米左右 刚刚走他的路 是不是见不到有路 因为被草摘了 大概都是这样的了 前面路段 好了 看完风景回一回起之后 走完这段余下的四百米左右 距离 渡下的三分之二 好了 大概有三百米多的距离 看到这块石 不知道地图上面有没有名字 这块石 别管 大家加一些创造力量 和幻想 看看有些像什么 然后给它一个名字 然后可能这块石 就因为你已明明了 OK 开玩笑 不要说那么多 哇 看那边 前面 是由这个大山 过来的一条漂亮的山径 看外面 扯指数 因为很浪费 看那个音乐方向 我们刚才在那个位置过来 看到中间的山坡 一些脆绿色的位置 那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 维修斜坡位置 一直走出去 这个的长索方向 长索的顶部 还有些山径 可以找一个去走 看到吗 那个顶部是有山径的 OK 可以过去走一下 和大家探一下路 不过你一天 找一天不知道要找多久 直望过去 几个小清的天 青山都看得见 上高一点 原来很开阳的 回回去再看得着 出面的美景 青山以外 其实怎么可以 不看这个九径山 经常都失去了 刚刚在两个 两个位置夹着中间的 就是屯门 再看看 后面 丁九那边的方向 看不见到 山的车位 后面有了很高的楼 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 OK 跟着数过去 就是荃湾那边的方向 丁九桥 远望到 华景山庄那边 也看到 好 继续直走 找回路 在石头 左村又插 应该会见到有路 OK 刚刚那座很高的山 如果你说是 中环或者是御心广场 就是证明你 走回日子还是很淺 那里 其实是远望 深圳大陆的地方 好 继续走 继续走这段 是有少少物质质 好像不多 像有路 但是实质是有路的路 记得吗 还有一个石带 过了一些密质的路 前面 二次无路 左边有几条石带 而且好像很密 这个位置 距离主要山径 还有280米 进了几步之后 又开阳了 荒湾 很多层型的石带 很久也有在这条山径 然后又再转上去 好了 又穿了一个开阳 不过依然是密草的地方 怕刮脚的朋友 来这段路 一定要穿长褲 前面有很多石带 其实讲到石带 问题 有时 凡事是没有绝对的 就是这些山径 中间很密的位置 如果不是有几条石带 印路都要花点时间 去左度右度一下 又见到石带 我形容在一脚下的情况 有一段仔路 基本上我每一步 都要破开枯干草 即是草 抬着两边 都要每一步 都要靠一脚去推开 那 我皮厚肉贱 没什么所谓 觉得都可以 挺舒服的 如果不习惯的 那些 如果穿短褲的话 这个是 以温馨提示给大家 听不懂 就是不断破这些干树藤 好了 纯粹给大家看看 前面走到这些位置 好像有路 但实际有很多角友 看左边有很多石带 纯粹想描述给大家听 这里有很多分支路 来到的 真的要靠地图 好了 差不多到这个主要山径 几十米距离 但是路依然是这样 密的程度是没有改变过的 这段路 简单总结一下 路方和眼前的见到 很多时候都是差不多 只不过是宽一点 高一点 高一点 而且是高迷路指数 我形容都是挺好玩的路线 你明白 挺好玩 然后转右边上去 出发到崗位 又有一块大石 不知道被人改名了 这块石 这么漂亮的景色 先坐下 这里主要是山径 这样上去 如果是在两极来计算 就是清马收费港场 就在这个方向 跑跑跑跑到这里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来 然后再上去 我们刚刚就在这里走出来了 有条蓝色的丝带在那里 上去这个位置 这么好风 少忧之余 做个半总结 刚才我们为了避过背后 坐大山 和后面的山景 我就选择了 在下面旁边的山路 慢慢跨上来 有辣 还是不辣 你就自己决定了 我就纯粹想多一条路线玩 没走过就走 另一条路线 这是一个主因 因为这里 只是今个年头 都走了很多次 一开波 又是在这里 免得大家懿门 而看过去 我现在的左边 就是这个 余景湾方向 其实刚才可以在余景湾 那边上来 都可以 容易走很多 在老虎头旁边上 但又是一些我走过的路 我想尽量走多一点 没走过 刚才这个自首石 或者人面石 那条山径 都是挺好玩的 我喜欢玩探路 玩一些迷路指数高 又不会跌死人 这条路 那段大矿 我计算是一公里不够 可以试试 好了 休息了一会儿 再起步 这段路 从头开始 直指去到老虎头 甚至和尚洞那边的山景 都常常出现 大概三公里距离 松一点 沿途 看到美丽风景 又拍摄给大家看看 好 来到大邪洞之前的 标高处 三角网測站 292海拔高 这一路 开阳景色 不过 是不是好死了 刚刚看过 这个天文台的温度 显示是32.4 还没有计算 今天天气是恶劣的 拍摄老虎聊天 说恶劣 是开玩笑的 这么晚的天气 一定很容易出事 天气就会中暑 湿滑 便会滑到PK 看看自己灵害到哪个饭 在这里 但我觉得这些天气 好像今天 因为这些天气很差 因为这些天气很差 因为它晒得来 其实是有风 现在也有的 即使很晒 开阳也很舒服的风 总好过 天色差 有艺菊 没有风 闷热那些 就最难顶 走走走走 看得到 这个大邪洞的山顶 一个有发射站 的山顶为止 好 虽然很晒 但是很好风 后面就是大邪洞的发射站 蓝天白云道是非常之重要 尤其是一掃湾过去 余景湾这边的方向 看到清得不得了 余景湾是 怎样形容呢 总之很高清 看得非常好 在发射站休息了一会 之后我们沿着老虎头方向走 由300多 要上到460左右的高度 虽然老虎头不是主床 但是也要经过附近的山脊 再一次看见 很漂亮的余景湾 再掃回那条 可能是今天全程里面最短的山脊 好清 来到这个 老虎头与大邪洞之间的一个山雅位 先看一看外面景色 被吸引到我停下了 一直掃回到前面 老虎头 我们将要走这条山景过去 接着来个回望镜头 先看一看 这边就是大邪洞那边的方向 刚刚下了这座山多 来到这么漂亮的镜头给大家 看不看多前面这个位置 那个标高柱 平时未必看到的 那个是大邪洞的标高柱 很多人都以为 那个发射站就是最高位 其实不是的 是在前小小的位置 没去过的 下次自己保护回 好了 休息一会 继续向着这条 这么漂亮的山景上去 路虎头方向 在山景之前 如果想撤退 左手边有路 下去这个 余景湾方向 继续上顶的时间 看看左手边的余景湾 没错 又是余景湾 因为这里是最棒的 余景湾望出的方向 哇 风声 很厉害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外国人 这么喜欢住余景湾 你看看香港岛的景色 漂亮 来到这个位置 大概用了三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 来到这个高位 叫做楼花洞 未到老虎头 老虎头之前还有几个山峰 大概还有600米的距离 对啦 老虎头是我们一个指标 我们要在他旁边拆身而过 然后之后开始下山 忘记了有没有分享过 现在天气是32度多 今天这个老虎头沿着的山直过去 我一个人都没见过 没有人像我那么疯了 这些天气来行山 虽然是晒一点 但是都很好风很舒服的 你们感受不了 虽然是很晒 但是很好风的 那些风声 如果你单单听见32度 已经不会上山的人 你是感受不到 这个天气的凉风 是有几舒服的 好了 来到楼花洞与老虎头之间 都挺有名的士箭石 来到都已经拍摄 双举卡了 不过由于我来过很多次 打了很多张卡 所以不停下了 一鼓作气上去 好了 用了三个小时12分 来到老虎亭的地图牌 背部位置 穿出去的左边就是老虎头 好了 在老虎头的牌子 拍摄了打卡 就离开这个位置 不想顶 不要让他抢风头 他今天不是主角 OK 今天是田尿山 我们由这里开始 正式的田尿山 由这里算 到我们的终点 大概是4K左右的距离 时间应该是5点钟 松一点 其实刚才来的路 是软了一点 如果纯粹就是 只是继续玩田尿山 其实有几个方法 可以给大家考虑 第一个方法 就是我觉得 可能是最直接的了 就是在余景湾 经老虎头上来 那条路线 可以看回 我现在截图给大家的 老虎头那条路线 上来刚刚的位置 然后就跟着我押走 那就OK 主要刚才来的那段 因为老虎头 我中间也走过很多次 所以我就没什么 拍到画面 如果是真的没什么太印象的话 其实可以看回我 《偏向虎山行》 就是画面上的这条片 其实沿途都没有什么分岔路 就是有个分岔路 唯一的路线 我们拍给大家 如果那些微微小小的 你都走过去 那我真的帮不了 现在我们会走一段 老虎头交游径 大概是去到 我叫那块石叫龙椅石 或者有些人 都是叫士剑石的位置 老虎头交游径 就转左落 我们一个位置 就离开老虎头交游径 转右到田辽顶的位置 来到7106个牌 看外面 这个位置 就是吸引我 想去田辽顶的原因 好几次来到这个位置 看出去 中间有个山 在两座大山中间 有个小山 大概300米海拔高度 一直很想走 直到之前有一次走 但又走不到 看一看左边的风景 这个余景湾水堂 老虎头这一段的山 只能走得不厌 因为风景真的很漂亮 与此同时 这里是有路 可以直接到水堂的位置 即是如果在余景湾那边 起步 其实可以离开老虎头 都可以 长西路段 都是看回老虎头那条片 远望过去又看到一堆怪石 我觉得很棒的打卡位 有留言提过 我说有人叫这里做怪鸭石林 刚刚这个角度看 有些小似的怪鸭 这个位置 看上去 那个嘴位 有几次的鸭嘴 亦都有人叫那块做跳板 总之有一块石突出 可以让大家假装跳的 就是跳板石 看回来 机场 过了一只怪鸭 来到这个 我叫龙耳石 有人叫做 试剑石的位置 我刚刚发觉 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我忘记了大婴山 差不多是全大山 不准放航拍 我记得背了航拍 背了一整天 好鬼死草 那刚刚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即管再看看 确定看一看 发觉原来我身处这个位置 是可以放的 但是再下低一点 去到这个 填尿顶 放不放到就不知道 那我即管过来看看 会不会在界线上 或者走前一点 再放着飞机 来到这个位置 如果是老虎头交流径 就是下去这个奥运地 就是靠左边 今天呢 我们就靠右边 我想走很久的填尿顶 终于有机会走到 上次怎样走不到呢 一路走一路说 讲之前 银银路口很清晰的 在这个 当下市监城 旁边有条路 看着机场的方向 一直推出去就是了 之后会有些物质 你看山势 看不到山劲 那好吧 这段的路段 未在我的影片出现过 我当然要给多一点画面去 但我担着路红 又说了 为什么去不到之前 不能够成功去到填尿顶 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都应该可能知道 有一次我和交流流的小举 就想游这个 牛沽浪村 和大豪村那边 就上山 打算这样就最直接 在白芒走过去 谁知道是否封村的关系 我们就 过不了去 我知道很多行山游 都会在那里上的 但免得了 所以我能拍片 就无谓 这么操纵 好了 一路往了顶 去都没什么原念 这条路 我估计都差不多 又再说一下 接着我们在那条村附近 就希望找到路口 就是避过那条村 接着就屈回山径 但都找了一段路 都不成功 所以到最后就改了Pan B 就走了过去梅沃那边 就没过到田苗山 但一直都放在心里面 是要走一转的 好了 由关机再开机 路放都是这样的 而且有些越来越密的感觉 越来越密 是那些树种不同了 是那些杂草 即那些卷得很紧要的那些 这段开始多些少 我一只脚 满之间 又要不断破了那些 已经是枯蔑了野草 继续拍着密质的路 这段再高些少了 到我手臂至肩头之间 这条路都好像不多 角眼的 还在我脚下面 施带就不用指意了 是没有的 虽然没有 但如果看到一条 也应该让大家看看 让大家安心些少 OK 看到一条 多些少了 这一条的出现 是在一些不像路的路段里面 就是这样的 你不会觉得是有路 的情况之下 出现这条丝带 看远一点 再拍一下路房 其实多多一点 真的有些憑感觉 拍到上面来看 就是你刚刚看 偶尔会看到草草 好像凹了一点 但是这些 未必真的有路 都是看大方向 和看你临场的判断 下来这段 底的位置 看到又有一个 恒常向山水的牌 看回望镜头 看见到路 看见到路 看见到是不是 好了 看见到就安心了 那就继续走 我们刚才下来很低的位置 有些高一点的树 把路放下了 前方的路是我们要去的方向 但是呢 挖头 再看高一点 二次有丝带 那现在判断一下 究竟是直队的 这好像有 有一条走到的路 先走 因为方向是这边 你们也知道 前路是这样的 不觉有路 会看镜头 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 都不觉有路 隐约看到刚刚 前面的位置 有丝带 刚才我放在下面 就是说应该这样沿着 还多条 应该是沿着上面走 但是走者会不会在外面呢 走出一点 看看 这边就不错了 这些没有了 现场评估 那当我这次猜错了 OK 走出一点 看看没有路 好 看到路盃出现了 应该是地图上显示了一条 好 既然路明确 方向都正好 就加快设置 时间现在是17点 40分左右 虽然现在日落时间都接近7点 但不要遇到这么问 因为落到山下面 究竟怎么走 都还是未知之数 看看这些残残救救的 行上向山水 撕带 前面路放这么清晰 不如来回望镜头 认一认刚才我们经过的山脊 最容易认 那几个石 看到这个位置 就是那个 刚才不是叫怪鸭石吗 或者是那个 士剑石的位置 我们走下来的谷 再回来 这一段 在大山中间 拱起了小山 正因为我们身处的位置 一直出去都是 好 拍下镜头 给大家看一下 前面有座山 对不对 下面这个位 应该是第一个咬位 来的 我们要下这个咬位 然后上这个山 这个不是主峰 来的 看地图 或者先在上面 看的山小 外小小 有个高射小 这个在我们叫做 富峰的位置 就是在这里才过去 才再过正峰 由个咬位上这个富峰 顶的路 都开阳 帅仔 上面还有些 挺齐整的树林 上到应该都挺开阳的 看看能不能放到飞机 差不多上到这个富峰顶 看一看外面 我想介绍些什么 其实这里有很多 应该是直树活动 直树的树苗 棵一棵大概都好像是 三至四尺度高 但是呢 你会看到它们很密 每一棵 好像这棵只有尺岭的距离 有些真的三尺都不够 有些棵树是很大棵 但是这棵树也密得很重要 拍下照片 记录一下 10年8年之后 这里是一个棵树 顶位 富峰的顶位 前面那个正的 在床上看一看 顶上有很多棵 很茂密的树 不知道是否这些树 我现在有点不太自在 因为这些树 都盯着了 盯着了 沿着这段树 直走一点 看看有没有一些 开阳的位置 放飞机 好了 真是富峰的顶位 好漂亮啊 好开阳 好开阳 在这个富峰的顶位 绕阳一轮之后 离开这个位置 为什么绕阳呢 原本打算放飞机 好 稳稳一点 放的时间 先到民航署的apps 查一下 是不是这个叫做 禁飞区 发觉不是 看距离 大概是 去到正风才是 那起步机开始放 一放水之后 反而反过 本身的飞机 那个地图 显示了一条 橙色的线 显示了一条 橙色的线 刚刚我卸飞的位置 就在一条 橙色的线之间 OK 我立刻站后两步 到最后 我当然不飞出那边 免得麻烦 在这就自拍了两张 算数 但我想带出来的 如果是韩派的朋友 要注意 我不知道归根究底 去跟谁 你没得跟政府爭 难道到时候 他告你 你说的app是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都有些免责声明 那我想 是进了就进了 没得说的 那还是稳固一点 那还是稳固一点 那 并且这里也很近 机场的 上到顶 再做些人肉 韩派的感觉 的照片 哦 讲完有关 韩派的故事之后 这边的路线 依然是密质疾 在刚才的护风 看回来 是看不到路的 近距离看就看到了 这个位置要下去再上去 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在鸭嘴石的位置 看过来 都是有三多个波 刚刚在这个 下来 现在来到这个 然后再下一个斜 这边是密质的 这边是看不到路的 开始慢慢出来了 没有事害怕的 这边是怕的 有些地方突然凹了下去一下 那会让你咬到柴 或者跪一跪 这样 拍了几条安心思带给大家 安心思带给大家 安心思带 好 继续上 进入上顶的路段 不算太斜 刚刚被太阳 逆光 拍到路给大家看 现在来个回望镜头 刚刚走过的路 上到来 差不多到顶的位置 看到几个标志性的怪石 沿越石的方向迈去 在这个位置 先来个回望 青葱碎绿的树林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还没有到顶 我们再到前面 那边飘高柱 这堆怪石 都是其中一个风 可能阜风之中的阜风 或者这个才是阜风 没得寒拍 做了个人肉360之后 沿着个大石的背仔走 看着标高柱盖就对了 这个位置看出去的田铁顶 真的好有山势 因为刚刚是零零的一个小山仔 又到着机场的位置 就是让镜头上去 那是看日落看飞机的好位置 沿着微微落车的车路 接着我们要屈回去 右手边上这个顶 但是在这里看下去的时间 会看到一个 又不是水塘 一个一壇水 但是那里有个石 挺有趣的 又是一些 可以被人打卡的位置 但是这样穿下去 好像贵神一点 纯粹描述 不是叫大家下去 我也不会下去 我纯粹上去 我纯粹上去顶 已经够了 好 给个镜头大家 上顶的路段是这样 已经看到标高柱等着我们 上去 好了 用了四个半钟 来到299米海拔的田尿顶 好开阳好正 一个上来很久的山 不知这些风有没有影响收音 但是这位置真是超正 看回这个位置 今天日落都应该会相当不错 时间现在应该就来6点 不过我不等 因为我不确定下山条路线 始终没试过稳定的 OK 有机会再来过 如果条路OK的话 上来看日落都是相当不错 因为望正的机场是非常之正 不过不知道 我这样说完之后 日落的好时间 会不会很多人上来 OK 其实沿着下去 正常来计算 可以回到大豪邨 和牛姑郎邨 就是我们之前上山的位置 但是上次上山的时候被封了 坦白说 找下山 大家都明白 聪明的行山迷人都知道 下到去又没有人给你过的 你迷路下错路 难道会有什么 上山就说 但我都不会选过去那边 反正我会沿着这边 有个叫陆合园工的位置 但我不知下去之后 现在接到马路边 要走多久 因为这位 本辆坑 改东冲 都沿过去 因路又沿 巴士 也计算是36 应该车很疏 都走过去 到时候我看要怎么走 所以不在这里 也计算是有路 但是这位景色是非常之 那邊還要放著火雞山 那邊的山 非常舒服 味中不足是不可以放飛機 不可以放飛機就不要緊 但這位看不見我飛機剛剛起飛 都是一個好的畫面 好了,離開這個田尿頂 一個我很喜歡的山 我會記住你的 有機會再來過 遠處夕陽的方向下山 究竟路難不難走呢 拍給大家看看 先來瞄一瞄一下 這裡附近有一兩個奇石的打卡位 就是離線地帶著 其中一個毛雨蜜蒼天石 抱歉,我不會特地去找 因為我覺得名字已經有點抽象 毛雨蜜蒼天 你問我不是站在石上 放一個很沉思的樣子 差不多吧 那你什麼奇的石都可以 因為我敢任你改 所以我不會特地去找 我一直在下山的時間 到某個位的時間 有些觀眾會告訴我 多少分多少秒 在你旁邊那塊就是這樣 可能剛剛一刷新而過 但我不會理會 我會專心看著這條山的路 有一些殘舊的絲帶 好,那綠合圓宮會不會是這間 白色的那間 走去看看 落地這個位置有幾個大石 幾邊都不太像路 不要看地圖的方向 在我們的右手邊 走前一點,看看能否看到有路的物件 走前一點,看看能否看到有路的出現 這裏應該是這個位置 落地這樣上,前面這塊 這堆地圖上面就是標示著毛羽蚊蒼天 我幫你拍張照片 讓大家研判一下毛羽蚊蒼天 小心下來了 這裡有一點斜 OK,來到這位置 毛羽蚊蒼天,石群 在我們的右手邊 路在我們的左手邊 微微看到黃色的絲帶 路不是很好走的 也不是很工整的路 原來要小心走 既然我不是很工整 拍下路況給大家看看 很多碎石粒 很不規則 很容易會讓你滑一滑 那類的 這裏還有一個石的位置 微微地爬下去 下來了之後會來回望鏡頭 外面的景色都很漂亮 就是這塊石 我們剛剛就是這樣爬下來 但也有些粒位 讓你下手下腳 不算是認真太難 下幾步在這位置再回望過去 這個位置看起來會更加漂亮 有些氣勢 還有一塊四四方方 我們這條路是跨著 剛剛這堆的石裙的方向走 這些石其實是挺人人的 因為好像很容易站在旁邊 好像很平地拍到照片 你說我撐起來了 又教誨一下 拍這些照片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真的未必要站到這樣出去拍的 那嵌樹的旁邊 的確真的挺掛腳的 今天這段路 沒有那麼多銅皮鐵骨 真的要穿一條牆褲 一路拍著下去的路況 連上現在的時間 現在大概是6.7個小時 夏天的好處就是 可以給你充分一點時間 上山下山 可以給你充分一點 OK 但是一到去 還要想一下怎麼坐車 因為我所說 會有一輛巴士 好疏落的 應該是36號 5點多小時 車過了 下班是8點05分 先下這個位置 8點05分的車 當然是不會等 走哪邊都不用走到8點05分 那下去再看看路況 會比較好 究竟是沿著白芒方向出去 還是過到恩奧那邊 這個位置有一點水濕 走前一點才過 那裡有一條絲底 剛剛方向的 路在前面 回望回剛剛說有一點濕 有一點斜的位置 就是這塊石 一直下這條路 拍著路況 我相信這個田寮山 都不是一個那麼容易 上到來看日落的地方 看清楚我會不會下錯路 剛剛的 沿著這塊石 再向下走 射了一點斜 先下去先 好 拍了一些癌癌 蠢蠢路段 令你會覺得 究竟是不是路有沒有 好走一點的路 的時候 再往低一點 看到有絲帶 好沒有走也好 即是有人走 順著下去 好了 路況這麼囂張 拍了前路 都拍了回望鏡頭 有幾個囂張 OK 我看不到 但是絕對不要走 來到這裏 我們要回到河塘邊的位置 大概三百零米距離 說得不好走 都給少許鏡頭 大家看看是怎樣不好走 那邊呢 看一下 不像有路的 這邊最像的了 好 接著 借一借 原來這裏還有路的 我正在下距離的時間 這段路這麼囂張 全部都是石路 想下去 當然要回摸一下 看到左手邊有絲帶 沒可能這麼囂張 雖然也能下距離 但絲帶也不見得不錯 看一看地圖 看一看地圖 這條絲帶也不像 看一看地圖 我發現 越來越飄離了 地圖原有路線的右手邊 但我不會敢勉強過去 看看怎麼過去 反而現在這條路 直下去也是OK的 我就沿著這條路直下去了 可想言之這條路是有難度 這條路 再給大家一個鏡頭 黃昏小石河 這條路 通常這些是最容易分實 所以我拍了兩個鏡頭 我都懂得多專心下去 不然最後咬柴 過了一條黃昏小石河之後 以下下來的路都 見路就走的了 反正和原有的路都已經不同了 又見過了一條絲帶在前面 即是各司各法 簡單來說 好下去 來到這些路段 開了一些仙人沐嶽的位置 沒得想的了 直爆下去了 OK 下了再給個回溫的外交 開工 來到仙人沐嶽的位置 首先不好意思打擾了 下來都會朝著這些方向走 為什麼呢 有得這麼美的沐嶽 即是有路到這個大路 這是一個原則來的 這個原則在這次都適合了 好了 看到綠色扶手欄杆 即是進入一些村落的附近位置 來到這位置 左邊就過去大豪村那邊 原本的地圖路都在左邊 一點點滑下來的 但我不走回頭給大家看 地圖給大家看就算了 我們會沿路右邊 去這個綠合原宮那邊 方向再出回到這個 恩奧那邊 搖搖長路 向右邊走 沿路山 大約200多米 應該看到一間 叫做綠合原宮的建築物 見到都還未代表完 還要沿路向前走 好啦 時間差不多7點鐘 來到綠合原宮 我們沿路前走 在這裏要 屈個綠合原宮 小心點 來過這個綠合原宮的前門 打擾了 你看看 這裏就是 移動鏡頭的 純粹還過這個綠合原宮 爭取時間 還有差不多700米 才出回馬路邊 出回馬路邊 沒有安全度少少 始終現在都快要入坑 物質質 是不是這樣走呢 不是很像喔 地圖顯示是在直去的 直去是有路的 第一天開始黑 那條路不是很漂亮 我不會在這裏亂搖 我就寧願走回去大喉那邊 看到有人會不會讓我入村 那一刻 走回頭 來回到剛才下山的位置 我現在轉左手邊 進村那邊的方向 這裏會不會有機會有路 這裏是田子灣 進一條很平整的村 這邊起碼的心都舒服一點 微小物質質 天又開始黑了 7點鐘 有頭燈都這樣說 馬上都平整了 這個這麼漂亮的晚霞景 大家看看 前面文霧之中的這座山 猜不猜到是什麼山 懷疑人生那座呢 就是前面這座 好了 一條很漂亮的路 直往去這間米色的房子 後面 就應該是上去 我們不能過的鐵閘位附近 過得到來 其實這裏是挺漂亮 其實那座岩石 看到嗎 就是剛才我說的什麼 麥而回首 還是無語問蒼天 那堆石的位置 在這裏上去就容易很多了 可惜大風了 再直去武來 就是閘的位置 我有一點緊張 究竟我可不可以過得到閘呢 過不了它又怎麼辦 好了 算是安全地過型的鐵閘了 我不會告訴大家怎麼過 我不會教大家怎麼過 我迫不得已地過 我真的有嘗試過 沿越那邊走 走不到才回頭 來到這個位置 牛沽朗公廁 OK 我一開始的事先聲明 我是不想走這邊過來 人家既然封了就不會過 只不過是17點多 剛才那條路 我也有拍給大家看 你容許我 不守規制一次 去到這裏看我當去先 下一次六合員工那段路 我會再走一次上去 看看日落都好 是不是 再拍給大家看 那邊是怎麼走 剛才摸黑就無謂博那些 那麼陰沉 路盆未未向外斜的路 而整件事來到這裏還未完 因為出到8M 我還要走到東沖方向 遙遙長路 但我想大家沒什麼興趣的路 在這裏做一個總結 今天這條路線 其實是除了中間一段 老虎頭山上面的一段 大概四五公里的路段 是重覆了之外 前後兩段路都是沒有重覆的 開頭那段路其實是 我安全計 就走了上去那個維修斜坡 走到下面 我不知道行不行 但是如果你不想走大山 一開波上去大山 再四百坳再上去 再過的 那剛才那條的石屎斜坡 其實都是個選擇來的 自己想想 什麼方式處理都會好些 或者是自己想走的路 OK 那去到那個人面石那裏 那條山徑那腳挺好玩 真心的腳挺好玩 有少許難度 又沒什麼危險性 舊石都挺神似的 OK 舊石令我想起長洲那個人面石 有幾分共通點這樣 之後來到這個田寮頂 這段精彩了 迷路指數高的情況 是遠高過我自己的預期 就是想著遠望這麼開陽的山 應該都看得幾通 誰知道並不如此 OK 尤其是落沙段都更加精彩 當然我有少許走錯路 但我猜原本的路也是差不多 而去到最後 由於今天實在太熱 走得比預期慢了很多 就沒有足夠的時間 在六合員工那邊再找路下去 變成走這邊 這邊是不要想了 人家封了就封了 不是透過真的強烈 不建議走這邊 廢話吧 先看看 而至於既定那條路段 六合員工再直去那段路 究竟是怎樣 爭著大家先 有機會再在那裡 對頭方向上去 給大家看看 究竟是不是這麼難處理 好了 來到白摩尼彈印隧道 如果你是不足夠的 還想走多些山 直去剛才的東梅古道 都OK的 那我夠了 我穿過去隧道之後 轉左邊大概兩公里左右 就會去到東沖市那邊 結束今天行程 爭又拍下爭又拍下 這條路線 看得到好處算了 爭又拍下爭又拍下 這條應該算是看了去處的路線 大家喜歡的影片分享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